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我名站J node 今天向大家介介了Dior新款的代理 它就是採用了Tal de Gerwurz 這個全新的演繹品牌精展圖案 它這個圖層其實就是森林的一個插套 大家看看可以 它有老虎 也有猩猩猴子 它這個是松林系列的一個刺繡款式 它刺了在這些Dior裡面 這個就是最經典的尺寸 是一個五格尺寸的尺寸 這個刺繡圖案除了比較有名 其實出了它的模式之外 它當然除了全紅 還有全黑和全藍 而Christine Dior的刺繡也在這裏出現 非常精緻 搭配了淡金的刺繡 剪除了它最經典的Dior配套 成為了一個比較新的系列選擇 我們看看這些Dior裡面 這個有什麼配套 當然除了有很精美的長袋 如果買它的設計和手工 其實就非常適合了 另外裡面有內夾塗的 可以放到比較多的東西 裡面是理布 接著有拉鍊位 它的設計其實都非常好 除了這裡也有CD的扣 它的位置做了這個蓋蓋也不會戒手 所以其實也挺實用的 而底部也會有釘釘 不用擦到這個刺繡圖案 它的形狀也不會佔的 因為很平身 拿起來會有一枝脆手 都給幾倍的話來清洗 然後就是有這個非常精緻的Dios 就說它品牌的設計 也有它的使用說明 最後當然是它的卡 它的卡是維修卡 大家也記得檢查清楚 自己買的Dios到底有沒有這張卡 這個寫寶也不是那個人 它的內容量非常好 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長錢包放進去 基本上還有很多空位證 還有一個小錢包 電話、手機、鎖匙 其實基本上全部都不夠安裝 這個尺寶非常實用 另外就跟大家說一下Totbank 這個Totbank大家都知道 有最經典的老花圖案 另外就是藍色、紅色到處補件 這個就是比較新款的圖案 刺繡 一樣它整幅就大幅一點 看來會更加精緻和明顯的圖片 然後裡面一樣 它跟之前那個其實沒有分別 不過設計上 刺繡款式比較難刺繡 所以是一個花功夫的袋款 它也是平身設計 一樣會有一個小包子 還有一張紙巾卡 最後我會示範一下 上身圖給大家看看 看大家喜歡是哪個熟用的Totbank 還是一個紙巾卡 現在就請同事示範一下 上身圖給大家看看 首先我們就拿Totbank 它除了手拿之外 翹手也非常好看 如果冬天和新年 你拿著這個袋 一定是全場焦點 因為它非常搶眼 這款Dior 5格 不用看就知道它是經典中的經典 除了手拿之外 翹手 然後它側背 配上這條粗帶 都非常漂亮 你不喜歡它這麼花 還可以把帶子反轉 變成Christine Dior這個面 就會更加型格 那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想看更加多的資訊 或者想採購任何貨品 記得WhatsApp我 或者掃描下面的QR Code WeChat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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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個蘋果 等你從門前進過 從到你的手中幫你解剋 像夏天的QR